你好,又到《圣经考古探备》的时间 今次继续跟进埃及发生的新闻 这些新闻与《圣经考古》的历史背景有什么关系 4月3日,大概两个星期之前 埃及上下一个大国家新闻 埃及的开罗举行了法老黄金游行 即是Golden Parade of Pharaohs 这个游行组织已经很久了 为了在埃及的博物馆里面 22具的穆乃伊 将它搬到开罗市南面 另一个新建的博物馆里面 为了这22具的穆乃伊 来搬屋的时候 埃及上下下整个政府做了一场很大的展示 每一具的穆乃伊放在一个专车里面 车程大概有四十几分钟 因为怕木乃伊里面的尸骨会腐化 所以当局有专人来护送 并且那个棺木放在淡气的特制箱里面 以免氧化等等有损坏 每一辆车上面有特制的避震 这些穆乃伊运送的时候 可以看到有射灯 有表演者 有音响、交响乐 尽显生前古埃及帝国的威荣 这22具的穆乃伊 18个是法老王 有4个是皇后 所以总计有22个 全部所代表的历史 就是古埃及历史里面的 17、18、19、20王朝 大概的时间就是公元前1600至公元前1000年的时间 所以所代表的历史有五、六百年之多 这22个的法老巡行的时候 就按照他们当时统治的时代 所以我在这里预备了一个埃及的列王表 埃及历史的将这些列王的法老列出来了 我只能够处理18个法老 皇后不要理会 你看到第一章是埃及的第二中戒期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这个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650至1550年 这18年历史学家叫做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这是中皇国Middle Kingdom之后 在18年的时间 埃及不统一和四分五列 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些问号或并列的混乱 左边你看到是15皇朝的时候 Fifteenth Dynasty 这18年在下埃及 即尼罗河三国州的地方 进入了Hexo Period 希克索时期 Hexo 意思是外族的军王 外族的统治者 在这一段时间前前后后 有很多亚洲裔的闪族的人 迁徙到埃及的三国州 他们有很多定居了在一个地方叫做Apharas 即是现在叫做Tel Adaba 这个地方 如果你看Google Map 你就会知道 在尼罗河三国州 圣经叫做歌山地 这个地方 接着Premsey 这个附近 旁边就有Apharas 即是Tel Adaba 这个地方 这个时间 大概公元前1500的时候 就有很多亚洲人 Aciatics 就搬了到三国州 所以他们一直人多的时候 他们甚至 take over 即是管治了 埃及的最肥肉的土地 三国州的土地 然后赶走了本土的埃及人 那本土埃及人就南下了 他们南下去到 Thieves这个地方 被赶到去Thieves这个地方 他们就管了上埃及 这个埃及人自己管的王朝 就是十六 十七的王朝 就和希克索斯这个时期 是平衡的 这些本土的埃及人 就列出了这些名字 去到最后 黄色这里 我highlight了 这个就是second away Dao 它是中文可以译做 撒奇尼克道王 这一个就是十七王朝 尾的时候 它是 美尔的 second to last 的埃及王 它在 Thieves这个地方 底比斯 它就是作王 由它开始 就开始起义 起义 想攻打 尼罗三角洲的 外族人 他就出击过好几次 他是第一个 带领埃及人 来到去反攻的 去到 Apharas的地方 今天 这个时间 大约是 公元前 1560年的时候 好几次游击的尝试 去到反击 都是失败的 这位的secondary Tao 是一个的带领者 他也有称为用者 The brave 的意思 他的穆乃伊 是非常著名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头颅 是有好几处 斧头造成的伤口 曾经 有些学者怀疑 他是在反击的战场上 死于沙场 所以就被人 打或者被人攻击 以致头颅破了 有很多的伤口 但最近 医学上 就用CT scan 来再一次 去到掃描他的头骨 发现似乎不是刑场打仗的时候 去到留下的伤口 不是搏击留下的伤口 而是 可能是 战争的时候失败 被捉拿了 然后就处决 这些伤口 是在刑场上 被处决的时候留下的伤口 非常残忍 这些斧头造成的伤口 形状也配合Hicksal 这些Forn King 用的斧头的形状 非常之有可能 就是他反击 最后一次失败 然后被希克索斯人 来到山琴 在这个形状上 监生 处决了 然后才变成木乃伊 才卖撞了 Second Array 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 Carb Mous 继续做埃及人的起义反攻战 卡摩斯在17王朝 是最后最后的一个王 他继续跟Hicksal作对反攻 结果 到了第18王朝 就是Archmos 亚克摩西一世 真是他成功的 来到击退 这个管治了100年的外族 希克索人 将这些亚洲人赶走了 将外族人赶走了 统一回上下埃及 之后 埃及 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叫做New Kingdom period 新王国的时期 进入了18王朝 18 dynasty 和1920王朝 这些背景就是 在这次黄金游行里面 有份的 法老的穆乃伊 有几个很有名 譬如 The Most of Third 陶德摩斯三世 陶德摩斯三世 不单是一个英明的 很威风的法老 亦在亚洲其他地方 做了很多的征土 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Rameses II Rameses II 难失二世 亦叫做难失大帝 因为它管制了埃及 很长的 你计算一下 有60多年的时间 这个Fatmos III 或者Rameses II 很可能是出埃及记里面的法老 亦更加有可能 现在新的学者的研究 更加有可能的就是Rameses II 因为出埃及记的文本 有很多讲到的用词 或者地理的名称等等 都是很配合十九王朝 在19th dynasty 怎样都好 这个和圣经的背景更加有关系 除了讲到出埃及的法老之外 你记得在《创世纪》最后的几章 和出埃及记第一章 那个历史背景 或者你看经文的感觉 就是你觉得《创世纪》最后的几章 那时候埃及的法老 特别对约瑟和雅国家 他们在加弥地 亚洲 Asiatics 他们在埃及避难的时候 是特别友善的 如果你拼到大历史 你就知道 因为当时是Hexo period Hexo period是什么呢 是外族人在管埃及 他们在做法老的时候 所以都是说一些同族 相似的非埃及人 你看到《创世纪》几章之后 到出埃及记第一章 你发现那个情况 突然间有一个八十度转变 出埃及记第一章 《创世纪》第八节 就说到 那时有一位不认识 若识的新王兴起 统治埃及 这个新王兴起 虽然没有说名 但是这里似乎 不是纯粹一个王出现 有些埃及的学者 兼圣经学者 都指出 这个不是单单 有另一个法老出现 而是一个新的王朝出现 有刚才那个历史背景的时候 你就发现 这个 很可能就是十八王朝的出现 因为到十八王朝出现的时候 他们攻打成功 将这些 亚洲人 希特索斯人 外族人 赶走了之后 当时新王国 在新王国的埃及帝国 他们的外交政策完全改变了 对外族非常敌视 甚至去奴役他们 等等 这就很配合出埃及的第一章 这里所说 因为一章第八节 有新的王朝 新的皇朝 新的Dynasties 出现后 希伯来人 被 露疫 然后 做尊 等等 这些都是新王国 当时的背景 环境 是非常文革的 希望这个 新闻 让大家想起 原来创世纪和出埃及的背后 有一个古埃及的历史背景 说到这里 下一次继续